台北艺术中心位于士林夜市旧址 独特的方块造型搭配原型 将成为台北市的新地标 台北艺术中心由三个剧场组成 每个剧场都能独立运作 大剧院 多形式中剧场和镜框式中剧场 三个剧场迁入一个中央方形亮体 方形亮体把舞台 后场和支援空间 合并成为单一而有效率的整体 北艺中心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浮在半空中的圆形星球 这是镜框式中剧场的观众席 可以容纳八百人 而圆球跟立方体的交界就是舞台镜框 由于不同的开口方式 为舞台创造出更多的可能 继承深蓝色的多功能中心剧场 被称为蓝盒子 能弹性容纳四百到八百名观众 配合表演需求调整 变成四面或是镜框舞台 而大剧院有1500个座位 虽然稍不对称 却有很好的声音效果 而舞台的空间也足够提供像是舞蹈 戏曲歌剧交响乐的演出 北艺中心拥有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剧场设计 可以将两个剧场合体打通成一个长行空间 转换表演场景的模式 灵活运用场地 让演出更有无限创意 台北艺术中心完工后 将成为台湾文创以及表演艺术界的 重要演出场所 也可以为这里引进更多元的文化艺术风景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台北的士林夜市旁边 有一个漂浮在半空中的星球 它是未来台北艺文重要表演场所 台北艺术中心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艺的主任 同时也是国内非常资深的舞台设计师 王蒙超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漂浮的星球里面有什么玄机 超哥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超哥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漂浮的星球在士林夜市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说一下 里面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表演场地呢 那个你们看到那个圆的球 它是我们所谓的中型剧场 八百席 是 那个圆球本身就是观众型 所以观众是坐在圆球圆湖 然后看到里面的舞台 镜框式的舞台 这种的圆形的剧场 大概在全世界觉悟仅有 是 因为以前在理论上 有曾经想要 人想要盖成这样的剧场 对 可是因为这样的圆形 在音效上面 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因为声音的反弹 绝对都会集中在中间 是 会造成困扰 对 可是因为现代的科技 可以解决这个事 是 所以现在盖这个东西 他们我们在音效上面 可以解决这个困难 嗯 它的好处就是 理论上 观众型每个位置 看到舞台中央 都是同等距离 哦 因为它是一个圆 圆的关系 是 这就会变很有趣的一个 一个观赏的一个环境 对 再加上 因为圆的关系 它上每一层都是一个包厢 都是一个洞 一个洞 一个洞 是 所以它会有像以前古时候 歌剧院 那包厢的感觉 贵族在一个包厢里面 唯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不是贵族了 是 是 你可以揪团来看 你可以在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里面看一眼看出 对 每个包厢大概坐十几个位置 是 所以是很有趣的一个观赏经验 嗯 然后再加上 另外还有两特 一个突出来的 对 一边像一艘船的一个头 那边是所谓的 我们的大剧院 嗯 可以做1500席 嗯 1500席可能大家有点没有概念 跟国家剧院一样 跟国家剧院也是1500席 是是是 然后我们的舞台比国家剧院还大 国家剧院的舞台开口是17乘以10 是 17公尺 乘以10公尺高 是 我们呢是20公尺乘以13公尺 哇 我们可以开到最大配套这里 我们的舞台面 两侧都有跟舞台一样大的空间 嗯 包括后台 嗯 所以就是 表演的空间的可能性更多 嗯 然后一样也有升降平台 对 跟国家剧院一样有升降平台的机械 对 在演出的设计上就可以 乐词也可以容纳大整个完整的orchestra 哦 所以我们将来要演歌剧也有可能 对 然后另外这边透出来的是所谓的多型式剧场 就是我们俗称的黑盒子 嗯 就像是 比较类似实验剧场 对对对 可以变的 嗯 但这个呢 它也是很大 它最多也可以做到800的 但如果是我们从一般来讲 就演单面的话 对 可以做到510 是 最特别的是这两边可以合起来 他们是共用后舞台的 对 把那个隔音墙打开以后 对 它就串起来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那个 跟国家剧院一样大的那个剧场 可以跟实验剧场 实验剧场 两个合起来 所以这个舞台大概会长到60米 70米 84米 其实我刚刚就在跟超哥聊天说 超哥作为一个非常专业的舞台设计师 你看到这样的舞台应该会很兴奋 会想说 所以有什么样的演出可以放在上面 嗯 其实我以前还在担任委员会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这样的空间 我在思考说 我怎么样玩这个空间 对 所以后来我在做 我们去年我做了一出戏 叫做西夏旅馆 是洛宇军的小说 西夏旅馆的小说 魏宇军导演的 是 当时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设计这样一个舞台 说不定将来可以到这边演 啊 所以我在当时在 今年是在松烟 对对对 我设计的舞台是40公尺长 是 观众坐两边 对 那后来证明这样的空间 演出来是可行的 对 我们那一天在看到那个超级大剧场的照片的时候 大家就开玩笑想像说 它其实是一个台湾非常非常棒的走那个时装秀 对 那但是model可能会很累 因为它真的很长80公尺 超哥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 可能可以有怎么样子的作品 可以在上面演出 嗯 欧洲喔 特别是欧洲 他们有很多这一类的 所谓在工厂 废弃的工厂 废弃的工厂 像鲁尔艺术节 他们是很多这种废弃的工厂 长都是100公尺200公尺 然后他们在里面每年都会构设一个大型节目 做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演出 所以 像以前有一个作品来过台湾的 叫郭贝尔 他是上一任的 如果艺术节的艺术总监 他就会做一个演出就是 他不是观众 他观众只坐在一边 但是他是看一个200公尺的一个演出 他远远就可能会有一群羊在那边 就非常的 他可以非常有趣的意象式的一个画面 可以在那边很震撼的演出出来 是 其实我们现在如果经过那个 士林夜市附近 我们还看不到完整的样子 可是已经在如火如荼的建造当中 我知道曹哥 你们最近的办公室还蛮特别 你的办公室在迪化游泳池 里面 对 是 因为 他算是一个闲置空间 是 这就在 虽然叫迪化游泳池 事实上他在延平北屋上 是 就差不多高速公路下来的位置 那边有个公园 就是 卫工处他们污水处理厂 是 坐在底下 上面是回馈空间 是个公园 那公园那边盖了一个游泳池 周遭大同区游泳池太多了 他废弃很多年 很多年 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然后 他们就 到新闻各处 各局处说 我们有这个空间 要不要用 那文化局本来以为 我们跟这个空间 游泳池是没有关系的嘛 对 后来我们觉得说 就看一看 是 就看一看 我觉得说它是一个 很完美的排练空间 这个艺术家的好奇心 就真的很有趣 对 想像也觉得不用看 游泳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是 但艺术家就会觉得 看一看啊 谁知道会怎样 就一看就觉得 哇 那个是太好了 因为游泳池本身是15乘以25米 是 可是对于剧场来讲 已经够了 像周遭的那个地 我们将来将来把它整个铺平以后 它将来可能大概 24米乘以40米 是 然后挑高6米 室内的 所以挑高6米 就几乎所有的演出 都可以实际在那边 把布景搭设起来 对 挑高6米这件事 真的还蛮重要 对 然后我们再辅助一些设备 基本上任何的演出 大概都有机会在那边 先合成 先饰演 然后才进剧场 这对那个表演团队观众 都是一个好事 怎么说呢 很多大演出 真的是 装台跟排练时间根本不够 在正式的剧场空间里面 正式的剧场里面不够 其实根本就是今天进去 过两天就要演了 对 之前的场地呢 我们台北没有这样一个 尺寸够完整的一个排练场 对 可以做眼前的try out 这样 所以排练都只能 假装这边是什么 假装那是什么 当然布景根本不可能搭了出来 对 所以在这边有可能 是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儿童游泳池 也是挑高六米 然后把它弄起来是 14乘以14 所以是小剧场try out的好地方 所以将来我们有这两块基地 就可以做很多演出 先试好再进剧场 对 这样观众可以看到更完整 更排练纯熟的一个演出 这个建筑是它特别设计的 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参观通道 然后可以转上去可以看到 黑盒子小型剧场的顶棚 北溢中心还有一个公共的走道 对不对 对 这里是一个台北人看表演很好的地方 但其实如果你不买票 它其实也是一个 可以去参观 可以去了解这个里面 特殊建筑物的一个地方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的剧场设计 跟国家剧院那时代是不一样的 以前国家剧院的时代是我们剧场盖 就是一个文化殿堂 很难亲近 买票进来 你要买票进去才能进去 整整齐齐的 那可是现在剧场强调的是 是一个市民都要全民的一个 一个空间 是一个文化的一个hub 对 所以整个车重新看 我们的设计都是非常开放透明的 对 玻璃整个进去 所以现在要求都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这个是建筑师 它特别设计的 我想也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 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参观通道 那参观通道不影响到整个剧场的运作 就即便里面有演出 都没影响 它就这样看过上去以后 你可以看到大剧院的后台 然后可以转上去可以看到 黑盒子小型剧场的顶棚 然后再转上去可以看到办公室 办公室都可以看到 然后还可以到餐厅 我们在七八楼那边有个餐厅 餐厅有个屋顶花园 超哥讲了这么多这个建筑物很棒的设计 我们未来会有怎么样子的好的节目 可以让我们进去参观 我们当然会我们会有自制节目 因为有一个自制节目 才有真正可以引进一些 真的好的艺术的节目 那我们的因为整个造型 叫前卫年轻 然后又接近士林 所以将来的节目会 的方向会很广 全民的 不是说只有某种阶层才能进来 希望大家都进来 所以节目曲线会 从儿童一直到影法 当然会因为每一个剧场的特性 会有不一样的诉求 譬如说大剧院它一千百戏 可能比较适合商业性的演出 或者是所谓的show case 国家的橱窗 要有一个大型的节目在那里 所以那地方我们会尽量 百分比自制的节目百分比比较低 不需要把钱都投在这上面 而是外租比较多一点 那中型剧场八百戏 它可以很多的 我们台湾其实很多的节目 都有那个能量可以演很久 比如说人间系列 是是是 人间系列这一页 我帮到台北就演了二三十场 对 如果有场地的话 所以还可以继续演下去 都是场地的现实 对 那我们这个八百戏是很适合演很多场 所以我们就要称之为长销式节目 是 我希望将来有这样的 每年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可以演很多场 所以 那这边中型剧场呢 又特别适合大部分的演出 对 我们知道说全世界大部分的演出 百分之八十都适合在中型 对 可是我们以前 国内只有一个一千五百集的歌剧院 对 所以很多节目 不得不在那边演 是 可是很多节目 事实上在那边演 空间并不适合 对 在这边就非常适合 你从切口夫 莎士比亚 人间 系列 通通适合在这个地方演出 那 另外这个小型的 这个多功能的 多型式的剧场 它是将来我们的所谓的 创意的一个基地 让年轻人 可以在那边先尝试 先做一些有趣前卫的 甚至有真意性都可以 当然在那边把它东西弄好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基地 对 那从这边呢 将来才有可能 到中型剧场剧院 到大型剧场剧院 有这样一个 循序的一个可能性 培育年轻的艺术家 可以在这里先让你的东西 做得比较成熟了 所以我们有可能 可以期待说 家世 我就是很喜欢看人间系列 因为有这样的场地 所以它可以 演得比较长 比较久 我们以后可以说 那我们今天晚上来去看戏 是 因为有三个剧场 对 然后加上 我一个地面的广场 对 地面广场将来 也会有很多的户外演出 那些可能要收钱 可能是免费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花园 屋底花园 空中花园 对 这些都可以有表演 是 所以我希望说 将来它可以做到 你任何时间 想去那边 都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嗯 超哥这样子讲起来 其实我觉得你的挑战 还蛮大的 当初你接这个职位之前 有没有心中的挣扎 当然有啦 因为 我原先是 做我自己的舞台设计 对 我可以自己接我要做的事情 对 尤其林老师好多的作品 都是超哥一起完成 是是是 水月 流浪者之歌 等等 对 非常多作品 后来 因为是在一个 我们当时有成立一个 筹备委员会 是 那筹备委员会的 第一个会议的重则 就是要找出一个人出来 将来来接这个 筹备主任的工作 嗯 那筹备委员 里面都说 那你最适合啊 那我也不觉得 我是一定最适合 因为林老师跟你说 什么任务我要怎样 就是舞台上 我要有水 我要有荷花 我要有稻谷 超哥都说 好啊 对啊 所以 做舞台设计就是 就是要好玩嘛 任何不可能 有想法把它变成可能 对 所以 这样同样是在一个剧场 反正 以前我们也跟着云门 到处全世界去巡回 那在巡回的时候 我我对每个剧场 都非常的好奇 嗯 它的前后台 它的功能 它的怎么样运作 对 所以我大概都有很努力的 去记录去观察 当时是觉得好玩 对 因为做一个 做一个舞台设计 对一个剧场空间 一定有一定的好奇性 对 可是这些累积下来的 今天就变成 我所有的一个 一个资产 所以我来 可以来 我觉得我可以来 帮忙 把台北艺术中心 建造一个 是属于 表演团队 跟观众的一个 好的剧场 对 那有一些是 是纸业场 因为是森林夜市嘛 那有些节目如果是 这么適合半夜的 我为什么不能在半夜演 哇 可以透露一下 开幕的大演出 你们有征询了哪一些 国外知名的团队吗 这个 这个是不能讲的 但是我们绝对会找 我们先找的是 绝对从来 还没有在台湾 来演出过的 嗯 那绝对是 可以在 在我们整个 台北艺术中心的 定位上面 有加分的 嗯 比如说我们要 前卫一点的 对 要 可能多元 科技的 对 甚至在 空间上面 玩得更有趣的 一些团队 嗯 所以第一个开幕演出 会用到那个 超级大戏 大戏 嗯 还不会 但是我会在 因为我们的开幕会 我希望现在规划的是 长达两个月 哦 两个月 我不希望说一个演出 就是一个 开幕一晚 的事情 它不是烟火 不是烟火 烧一晚 它要长期更 我希望能弄到两个月 对 所以我可能在十月的时候 我会尝试 玩一次这样的一个 超级空间 超级大戏院的 空间的演出 是 那我们好期待哦 嗯 那甚至我在目前开幕的 开始 甚至没有 没有所谓的正式演出 嗯 我整周 都是 所谓的 开放式的 的 open house 嗯 欢迎全台北市的新年 免费进来 啊 我到时候在 广场 里面的大厅 对 剧场 排练室 花园 都会有演出 各有精彩的活动 各有活动 哦 那你们进来看 白天到晚上 对 所以让大家 从一开始 不要怕这个空间 嗯 从头到尾里里歪歪 让你看一遍 嗯 你对这个空间有一个 有一个认同感 对 然后第二周 我才正式演出 听起来台北艺术中心 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歌剧院 或是音乐厅更亲切 更亲近一般市民 更不会让你觉得表演艺术离我很远 有一种距离感 是的 嗯 超哥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你对于北艺的期许是什么 他是绝对希望可以做到一个服务表演团队的一个剧场 嗯 像我们现在看明定很多办法 嗯 其中 因为我们团队就拿一个各个表演场馆的管理办法给我看说 应该我们要怎么去修改 嗯 那我看了半天 嗯 很多严禁 不准 我都把它拿掉 例如说严禁什么不准的 严禁什么什么 那种字眼 我都把它拿掉 或者三刀后面 我发觉没有 剩下没有几条 甚至我觉得说 我根本不应该是管理办法 嗯 为什么是管理 是 是 那是一个合作办法 对 或者是一个服务 服务办法 是 因为我们是这样服务的 嗯 表演团队进来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他带来节目 嗯 他带来的场租 对 所以我是要来服务你 我不是要来管理你 对 所以我的观念是要改成这个样子 嗯 那我那时候 一上来的时候我就提出一个想法说 我要做一个 7到24 就是7-11 嗯 这样24小时剧场 对 那很多人一听就傻眼 说千万不要不要 这样24小时不可能的 那我说我说所谓的24小时不表示 我每年都是24小时在run 是 而是说我把那个 大家从早 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 这样的概念把它打破 嗯 当表演团队他需要更多的时间状态 嗯 所以他才有更多的时间彩排 嗯 或者是表演团队他希望 他不是礼拜五首演 对 他希望卖多一点 对 他礼拜四 或者礼拜三他就想首演了 对 他时间不够 嗯 他需要 演艺加装台 弹性的多一点时间 弹性的多一点时间 我就开放给你 超哥以前应该很受这个苦 嗯 没错 因为你们是舞台设计 每次都是 对 从早期有些就是不准 嗯 到后面就算准了 不准什么 不准8点以后进去 不准你8点以前进去 不准你10点以后继续工作 嗯 那就算特殊情况准了 那种呃 厂住费用啊 是所谓的惩罚性厂住 哦 就是double再double 对 就让你受不了 对 那我们将来不会有这种 那个惩罚性收费 是 譬如说我们原先总是 4小时一个时段的收费 对 过了11点以后 嗯 我们是3个小时 嗯 算一个时段 是是是是 对表演团队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对 所以他可以把它 品质做好一点 对 这个果然是表演团队出身的人 跟管理者出身的人 非常不同的思维 不同的感觉 对 那对观众而言呢 我要打破观众说 一个演出永远只能2点半 嗯 7点半 对 曹哥这个我要跟你说 我觉得7点半啊 对现在都市人真的来不及 真的来不及 我说敢不到 是敢不到 对 那甚至2点半也很辛苦 是 对很多人来讲 他吃东西的饭 要充分慢慢赶去 对 我甚至有些节目 如果他时间没那么长 可以3点半啊 嗯 他甚至4点半啊 嗯 然后晚上可以晚一点开始 他如果看完了 他出去刚好接40夜市 哈哈哈 对不对 对对游客来讲 一个吸引点 是 那甚至有些是亲子场 我早上就演 嗯 那有一些是 纸业场 因为是40夜市嘛 那有些节目如果 他这么 那么适合半夜的 我为什么不能在半夜演 哇 我甚至希望将来 有些节目可以在 不是在周末演 嗯 在周间都可以演 嗯 那周间的观众 从哪里来 就可能譬如说观光客 嗯 譬如说那个家庭主妇 是 因为我们研究过 每一个年龄层 对 都是女性观众最多 对真的 是有结婚之后 生孩子以后 那些观众就不见了 啊 可是没有节目 对 他所以只能喝下午茶 是 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节目给他的时候 他可不可能可以来看 对 对 还有的是跟学校合作 嗯 下午来看的一场演出 嗯 那对学校来讲 校外活动最难的 就是交通 嗯 游览车就要保险 就要干嘛 对 可是我们对面就是 健康捷运站 在捷运站 对 学校他只要做个捷运 就来了 对 那对学生来讲 他就 就有更多的机会看表演 没错 以后观光客到那个 士林夜市啊 就是 我们今天晚上去士林夜市 然后行程里面 就会有 台北艺术中心 是 我们就去那边看一个表演 再走 或者至少可以进去参观 对 感觉上北艺中心是一个 台北市民 还有观光客的好朋友 是 随时随地都可以去看看他 没错 看有什么表演 就算我没有想要看表演 我去里面参观一下 对 也是一个很好的风景 是 那我们以后就 士林夜市见咯 是啊 今天谢谢超哥 谢谢 谢谢 谢谢